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随着指针的转动 各大春晚开启了倒计时模式 在这个词就迎新的特别时刻里 王一博再一次悄无声息地为粉丝们带来惊喜 新歌,念,荣获全球华人歌曲排行冠军 王一博一直是个实干派 当年的一句我会让你们以我为荣耀 却成了日后一博努力奋斗的方向 他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如今 他再一次成为了粉丝的骄傲 粉丝们也一直以他为荣耀 虽然王一博的每一次舞台都是新的挑战 但是念的首发舞台却与以往的歌曲大不相同 没有热舞的衬托 只是听王一博静静地在诉说那些与一博一样 一直在努力奋斗打拼人的心声 整首曲的歌词通俗易懂 每一句都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 一声声呐喊更是直击观众的内心 瞬间就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为什么说念是一首诚意之作呢 首先 这首 念 采取了免费在音乐平台上唱听的形式 避免了打榜 课金等不良饭圈文化的传播 他用实际行动为广大网友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不仅如此 更值得关注的是念的单曲封面造型 还蕴含着一个公益传播的故事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王一博发布的不仅仅是一首歌 他通过念 传递出来的信念与力量感非常地强 胸怀暖药八方 王一博新歌 念封面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 其实 大多数观众最初还是沉迷在一博的舞台秀中不能自拔 就好像在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里 沉浸式地看了一场音乐剧 整体展现都非常的高级 在表演的过程中 一博通过肢体表演 将歌词中的意境引涌出来 一镜一栋完美贴合 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一场视听盛宴 一首好的音乐作品 需要与听众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震撼的舞台秀与王一博动情的演唱 直击听众的心扉 随之而来的则是歌词直击心灵的碰撞 念 并不是唱给王一博自己 也不是唱给某些人听 这首歌是唱给平凡的我们 唱给每一个曾经或者正在经历黑暗 在追梦路上遇到过挫折 虽然平凡但是仍然坚韧了我们 世界之大 众生皆渺小 但我们却是散落在人间的星星 就算被一次次打败 也要stand up 这是一声呐喊 也是一种信念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 授权八爪随笔 念的成功并不是因为 单一某一方面得到大众的认可 除了王一博超高的人气之外 整首歌的内在美同样值得探究 虽然没有谁能够在某些事上 真正地做到感同身受 但是 念所表达的情感 却勾矩直击人的心灵 能够得到全球华人的喜欢 并且荣登冠军宝座 也恰恰证明了以念为原心 志同道合的人有很多 他们不仅认同歌曲诠释的感情 也因为歌手王一博的动情演唱 而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虽然在跨年秀之后 王一博受到了吐槽声 但是闪亮亮的成绩 却再一次为他证明 作为演员 作为歌手 唯有作品才是最有力的回击声 与此同时 也让粉丝们跟着骄傲了一把 接下来 就是河南卫视春节晚会了 从官方晒出的节目单可知 王一博将作为讲述者出现在晚会中 与国风类节目碰撞 带来全新的视觉盛宴 再次祝贺王一博的五公主 念 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 也期待一博在河南春晚上 带来别具一格的精彩表演